早期台湾文明的一辅二路三萌甲 我们先来带您看到鹿港 在彰化鹿港小镇是人文艺术丰富 民族文化风情多元的地方 也保存了许多原始风貌的古迹 当然还有风靡国内外的在地美食小区 现在就带您走一趟 母定台语叫做蚵仔 把切好的韭菜放上蚵仔 披上一层面粉壶 放入油锅炸道呈现出黄金色 捞起来切成小块 这是入港小吃蚵爹 还有一种蚵仔煎煮的方式 与众不同 两种不同的口感 让游客吃了都说赞 不错 而且它们酱料也很特别 对 然后东西也很新鲜 它环境其实也还蛮干净的 赞 好吃 为什么我们六港蚵仔煎出名 就是我们六港蚵仔 我们银海都有在出生蚵仔 比较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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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吃 特别是 蚵仔跟蚵仔不一样 这就是外皮酥 比较好吃 对 外酥内卵 精彩熟 在这里还有一道 最让游客印象深刻的海产 就那个它的蚵仔煎蛮有特色的 就是外面放有很大的猴子 然后里面是一个螃蟹 对 然后就是好像这边才看得到吧 在我们新竹那边没看过蚵仔煎 长相比较奇特 它的尾部像虾 以前我们像人说的猴子 所以就说蚵仔 这我们六港蚵仔在这里有的 在蚵仔里面熬的 它的生长环境都在蚵仔里面 陆港出名的还有当地的糕饼 都是手工现做现卖的 新鲜又实惠 来的民众都会顺手带回去 当成最佳的伴手礼 纯手工的牛舌饼啊 都是现做现卖的 它里面是麦芽馅 所以吃起来是QQ的很好吃 它保存期限是两个礼拜 这个地方的特色 好吃又便宜 除了美食具有特色外 陆港的纯朴风俗 仙人留下的古迹 龙山寺以及天后宫 都是许多民众慕名参访的庙宇 让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来这里多拜拜 陆港的麻座 就是老街啊 都有很多民胜古迹可以参观的 陆港的是很有名的 这些小吃和这些人土风情 在海外大家都有想要来看 这个陆港的来参观 陆港小镇已经成了 国际文化观光的景点 民众不妨利用假期来陆港意游 平常在地的小吃 顺手带回喜欢的伴手礼 新唐人亚太电视夜行红尘应征 台湾彰化报道